10月16日,神舟13号飞船搭载三名航天员成功进入太空 中国空间站迎来首位女航天员的同时 航天员们将再次刷新在轨驻流时长 作为入驻中国空间站的首位女航天员 王亚平已是第二次进入太空 近日,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 接受中心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表示 王亚平的身心条件比较成熟 派她上去有明显优势 女航天员长期载轨驻流 能够从她生理构造和心理素质讲 她可能更成熟一些 更稳健一些 这个对航天环境的适应能力更持久 她能给乘组带来活力 这个是配合更顺畅 工作效率更高 能够上去以后开展更全面的航天医学实验 为迎接女航天员进入空间站 中国航天人做了许多准备 以保障女航天员的长期载轨工作生活 而在此前 天舟三号后运飞船 专门为女航天员送去了化妆品 女性服装等日用品 对她的舱内航天服 上夏天上去和返回到舱舱内航 也进行了定制 尤其是对她的手 女性的手都比较迁细 我们给她做了特制的手磨 做了适合女性的手套 这样她穿上以后 无论工作还处理其他的问题的话 都会比较方便 还有就是对她大小便的收集系统 她的高度距离也进行了一个调整 给她配置了什么巧克力 甜点 还有一些补血用品 中国女航天员首次进驻中国空间站 王亚平也将会成为中国首位 实施出舱活动的女航天员 而神舟十三城组 也将包括中国首次出舱的男女航天员 我想女航天员上去 会进行舱外作业 从而诞生中国太空行走第一女 这不光是一个荣誉 而且我们要探索女航天员舱外行走的一些规律 特点 优势等等 女航天员整体来讲身材比较矮小 但是这也有优势 因为在舱外活动的时候 身体比较难控制 如果身体小 这个身体就更比较容易控制 这样可以完成一些更细腻的一些工作 与男航天员相比 女性航天员的选拔训练有哪些特殊之处 庞志好回应称 载人航天任务兼具 所以对航天员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 都提出很高要求 女航天员也不例外 没有针对他们的特殊标准 男女航天员的选拔与训练标准是基本一样的 没有针对女航天员的特殊的选拔和训练标准 经过大量的实践 包括理论研究 女航天员有执行太空任务的能力 而且在某些方面的感觉更敏锐 而且心思更细腻 考虑问题更全面 处理问题的更注意方式方法 还有交通能力更好一些 按照空间站建造任务规划 今明两年 共实施11次飞行任务 包括三次空间站舱段发射 四次货运飞船 以及四次载人飞船发射 于2022年完成空间站载轨建造 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 总统只要激活着 2次载人飞船 2次载人飞船